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我小二年級的時候他們離婚了 後來我就搬過來台中跟阿嬤住 這樣阿嬤就不用這樣一直跑過來 很開心她可以就是 煮很好吃的飯 然後也不常對我們生氣 對啊 而且阿嬤沒有打過我們 希望阿嬤可以 不要什麼事情都自己做 可以不要那麼忙 然後可以多空一些自己的事情 去做她想要做的事情 我就在學校當廚嗎 送餐啊 累 有時候也會累 累了 像我下班回來 累了 就是擦一輩子 休息一下 我們這兩個 好家在五母 我這樣幫她倒照顧 真的 我這樣 有辦法讓我安心地工作 都不用擔心這兩個孩子 像我小孩很挑逼 教育他們 我只要聽到老師說 有那個什麼 品格教育的 我就操那個了 這個品格 小孩子最需要的就是品格教育 爸爸媽媽在五年級的時候 離婚了 爸爸沒有跟我出來一起 所以跟她的印象 我也是跟陌生人一樣 只能用一張白紙來形容 我們通常都會去附近的便利商店 寫功課 然後寫完再回家 因為那個時間 家裡是沒有任何人的 然後我媽要在上班 所以通常都沒有空來救我們 我一個人帶四個小孩 爸爸很早就都沒有顧他們了 跟弟弟兩個很會打架 兩個就很容易打架 一言不合就打起來了 柏惟來沐峰以後 沐峰都會待著 看他參加才藝課啊 品格教育啊 比較知道對和錯 什麼是對的 什麼是錯的 比較能分辨 我現在是高中一年級 然後是國中二年級來沐峰 老師給我們這些幫助 跟關懷讓我想要去當志工 所以我前陣子去報了志工的訓練 然後也成功拿到了解業證書 所以現在就回來幫忙教學弟妹 真的我跟你講啊 這改變最大的就是 這他們兩個兄弟 剛來的時候是 那個都不理嘴的 三字 他改變超大的 這個時間來說 不曾聽到嗎 由於沐峰的協助 變成說可以放手的 去做我的工作 小孩子有沐峰幫我照顧著 我真的很放心 成長了很多 有沐峰以後 柏惟的個性 變得比較開朗了 沐峰平常也很關心我們家裡的狀況 讓我可以安心的上班 不用擔心他們兩個的安全 沐峰老師有教我們這些品格 又有教我們調節的方法 所以我們就是 最近打架次數減少得特別多 改變最大應該是有個人際關係 因為以前我就有跟我弟說話 在沐峰之後認識的人越多了 每個人性格都差很多 所以我要說話的內容也不一樣 我話就會變得比之前還多 不會像以前那樣的沉默寡言 我其實很謝謝他們 這幾年教我們一些事情 讓我的人生不會是只有黑色 就會有其他的顏色 與市民愛的故事